卡卡老婆 有很多茅屋、製造工廠 其實很大部分的爆炸場 終結尾都是在這裡發生的 是用了在元朗50萬隻的地方去搭 由於疫情的關係 所以電影官司希望可以搬回香港 容易控制一些 香港的大部分非常龐大 有飛機殘骸衝進村寨 還有爆車、反車 我其實覺得那個感覺是好過在泰國發展 我們香港沒有這些樹 種樹,那棵不是樹苗 婦人看到那些類似的芭蕉樹 是種下去的 林小明先生他給我看過這個景的計劃 我就覺得,哇,很長 很震撼,原來我的村真的大到這樣 由那條村的村頭 走到村尾是要十分鐘的 有村莊,有一個很大的會社被人開會 我真的覺得那裡可以做一個主題樂園 很熱啊,絕對是連氣的天氣 狀態完全覺得自己在泰國 真的,哇,我多得一點汗 這裡汗令我感覺到這裡真的泰國 但是晚上也很熱 為甚麼晚上很熱呢? 因為晚上也有很多爆炸 爆炸之後,很多火在身邊 令我很深刻,就是那些爆破在你旁邊 你會完全感受氣氛的壓力 槍重要是由手槍,到AK,到機關炮都有 所以這個規模,起碼在我自己的演藝生涯裡 是沒見過的 我還沒開過AK47 那些聲音,那些震撼力,那些後座力 我覺得是很難看的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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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現在要數啊,你盡開吧 我開槍有幾百人,一按下去 咔咔咔咔咔,那就幾千塊了 那就幾萬塊了,那就沒有了 規條上的問題 我們才可以做到一些這麼大的環境 所以大家都是在艱苦之中完成 我看劇部的時候沒有幻想到 導演希望場景的設計是這麼誇張的 爆炸! 我覺得這部戲最特別的地方 是因為他除了動作而長戲之外 還有他對警察和毒犯之間 和臥底之間的關係 有一個同角度的表情